梁太太 这个包包太漂亮了 我呀 跑了几家店都没买到 是吗 没事 没事 下回我给你也订一个 太好了 谢谢 梁小姐 可真是天生丽质 活泼可爱呀 真不愧是粮食千金的 过奖了 琪琪 对呀 你看你都那么大了 找我男朋友是件大事 别闹了 待会儿给我好好表现 林建东 你快点出现哪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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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David 唐木 这位是梁氏千金梁月琪 这是她的妈妈 梁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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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唐木 你们好 你好 快快快 坐下 坐下 快坐 快坐 你们想喝点什么 别客气啊 不客气 不客气 David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 今年27岁 很好 唐木呢 哦 我今年26岁 我都调查过了 他们的年龄啊 属性啊 星座呀 都配着呢 您就放心吧 David是在剑桥大学毕业的 对对 我爸呢 从小就希望我去英国读书 所以我的初中 高中和大学 都是在英国读的 别跟着说自己是什么 荣耀一级毕业生吗 对 我还是荣耀一级毕业生 好 听说 你现在在你父亲的公司 帮忙打理是吗 惭愧 惭愧 我爸呢 希望我此生赴业 一毕业就让我回来了 我现在是 家月百货 董事长助理 猪头 不就是富二代吗 你说这么复杂干什么 很好很好 那唐木呢 听说你还在攻读博士 学什么专业啊 我学的是那个 纳米和体像长鱼灰灵光体的合成 与光电特性研究 大树打扮 大树打扮起来还真有行爱 大树打扮起来还真有行爱 真是人靠衣装啊 真是人靠衣装啊 不错 伯母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林剑东 是岳琪的好朋友 快坐快坐 这 这什么情况啊 琪琪啊 这位林先生是 妈 这位是我的朋友 很好很好的朋友 是朋友啊 还以为是大唐军呢 是这样 月晴 很抱歉今天来的这么唐突 打扰你相信了 但是有些话 我今天必须要对你讲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一直以来 我想给你空间 不想给你表白 给你造成任何压力 因为我知道 你喜欢追求自由 无拘无束的生活 但是当我得知 你今天相亲的消息 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 因为我知道 有些话 如果现在不讲 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 伯母 我知道 您一直想为月琪 找一位知心伴侣 也能够理解您 作为母亲的用心良苦 但如果月琪尚未表态 我想今天 我自愿报名 成为相亲对象之一 跟二位男士公平竞争 不知道伯母 不知道伯母 能否给我这个机会 伯母 伯母 我是真的很喜欢月琪 我虽然出身并不富贵 也没有什么海外学历 但是我读完了MBA课程 现在在一家大型企业 做董事长助理 事业正处于上升起 我有这个能力 照顾您的女儿 好 很好很好 不过 你的年龄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知道 这也是我唯一的遗憾 但是 但是 我相信我对琪琪的爱 能够弥补我们年龄上的差距 糟糕 湘俊怎么在这里 完了完了完了 万一他误会过林剑东 真的在一起怎么办 不好意思各位 我和我的真爱先走了 不是 这 这怎么回事 琪琪 琪琪 你车停哪儿了 走 怎么不演了 我正在兴头上呢 你说我当这个助理 是不是有点虚才了 演电影啊 说不定能成道二 对对对 我就让你出来 帮我相个亲 你这一顿爹爹不休的 戏太过了吧 你是不是招架不住 我的真情表白了 是是是是 走 你尝你这身衣服 哪儿找的呀 当你自己是爹中爹 加零零七呢 你怎么这样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一句话 我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你让我来救你 现在又嘲笑我 我早知道你这样 应该让那个猪头和四眼 把你娶了 猪头 四眼 衣服 我的肩的比较 那 č很可疑 演技也一流 我都差点被你感动了 月琪啊 其实 我刚才 就我 就我刚才说的 说那些我 好了 好了 大叔 谢谢你今天 顺利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你先走吧 我还有事 我回头再找你啊 不是 你怎么这么快 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今晚真有事 你先走吧 我改天再谢你啊 你跟我吃个饭哪 不了 吓死吧 快走吧 大叔 快快快 你怎么这样 我回头找你啊 回头找你 小心头啊 小心头 快走 快走 那我走了 拜拜 真走了 走吧 走吧 小婉 我正准备回去找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吃饭啊 吃饭需要理由吗 啊 就是那个 刚才我跟林剑东 你 你不要多想啊 脱想什么呀 我妈最近老够安排相亲 我是迫于无奈才找她脱身的 我跟她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她那是在演戏 你懂得吧 你放心吧 梁大小姐 我丝毫不介意 更不会多想 更后况 刚才一看就觉得很假 来 你要去哪儿 上车 我送你 来 来 干杯 来 你就这样走了 你妈肯定会觉得 我在换你的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相亲啊 烦死了 谁要相亲啊 我都不知道 我妈是怎么想的 本姑娘会没人要 对了 你怎么会过来啊 我说过了 碰巧而已啊 你是不是听说 我要去相亲 所以才过来的 算是吧 我就是好奇 梁大小姐会看上 什么样的人 你好奇 你会不知道我 终于什么样的男人 对不起啊 其实我来 是为了相似的事情 想跟你道歉 跟我道歉 上次确实是误会你了 最近因为创美意志不顺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那些话 后来我跟梁叔叔沟通过了 知道我不关你的事 所以不好意思 我本来是想单独约你的 谁知道会这么巧 好奇 既然有好奇看 我就跟着来了 去吧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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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